大家好,我是少年 真人版葫芦娃不知道你看過沒有 今天帶你們看一部美國的真人版葫芦娃超生游擊隊 現如今我們的人口已經高達70多億 而在未來,我們的人口竟然高達了將近上百億 所以出現的糧食資源嚴重不足 此時,有一位叫蘆花的科學家提出了一項政策 迷包化 說簡單點就是計劃生育 但可不是簡單的計劃生育 因為國家還成立了一個叫CAB的部門 就是專門對所有人進行監督 每個人外出或者回家都得經過嚴格的審查 如果你家出現了多胞胎的情況 那你只能選擇一位孩子存活 另一位孩子需要冰封 然後等到世界不再缺少糧食 才能將他們解封繼續生活 聽起來是挺不錯的辦法 只是有點殘忍而已 而我們的男主小客的閨女竟然生娃了 這一生就是七個 這讓小客非常頭疼 她想了想,如果自己要上交得叫六個 實在划不來 反正自己有錢就先養著 於是她安排了周密的計劃 七個孩子從老大到老七 每個人都共用小雅這個身份 然後老大小名叫星期一 以此再推,老七就是星期日 他們也只能在對應的周天出去 也就是星期一只能周一出去 然後回來告訴所有人今天發生的事情 好讓星期二隔天出門不會露仙 這計劃簡直太完美了 為什麼說完美? 因為這計劃實行了整整30年 搞得小客都露土了 七位葫蘆姐妹 依舊快樂地生活著 日付一日地通過身份審查 然後到銀行上班 這三次連來 他們姐妹七人沒有朋友沒有愛人 和諧的日子在一次周一發生了轉變 因為在那天星期一老大沒有回來 這讓所有人都非常慌慌 這是從來沒有發生的事情 第二天 星期二就去調查一下自己姐姐去哪裡了 結果只得吃了一些沒用的屁事 例如昨天跟一位小哥哥吵架了 然後自己升職了 年薪長到一個億 這些消息簡直太沒用了 所以星期二繼續調查 可卻突然被西夜逼的人給逮捕了 看來星期一姐姐也是被查到了身份 儺娃看著星期二 鳥牙切實 沒想到自己完美的計劃 竟然出現了葫蘆七姐妹這樣的漏洞 在家等待星期二的所有姐妹看的時間越來越晚 感覺兩位姐姐果然是出大事了 為了不到世上的人知道葫蘆七姐妹的存在 儺娃暗中派出殺手要將剩下的五姐妹殺死 可卻不料被五姐妹反殺 但是最小的星期日卻破該了 剩下的四姐妹也無法離開這個屋子 因為出去後沒有身份的三個人隨時會被逮捕 所以只好讓星期三出門調查 星期三在找到了當時跟星期一發生口角的小白詢問 而小白告訴她自己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她跟星期一吵架只是因為職場競爭 她只是偶然發現星期一帳戶上有一筆非法資金轉移 所以以此威脅星期一讓自己升職 而星期三沒問兩句 小白就被CAB的人給殺死了 而星期三也在CAB追捕下上命 正當剩下的三姐妹傷心欲絕的時候 CAB的一位工作人員鐵柱找上門來 一上門就對星期六動手動腳 顯然鐵柱是認識自己某一位姐姐 於是為了調查 星期六陪鐵柱度過了一個銷魂的夜晚後 才得知跟鐵柱有關係的是星期一大姐 而星期五也調查出了 星期一大姐利用非法資金轉移的對象是蘆花 在鐵柱家跟聖家娘姐妹年落的星期六 也被CAB的人給殺死 存活的星期五受不了這種崩潰的生活 與趕來消滅他們的CAB部隊同歸於盡 得知了自己愛人的住所爆炸 鐵柱急忙地趕來 卻被埋伏已久的星期四威脅 鐵柱這時也才知道了七位葫蘆姐妹的存在 為了知道真相 鐵柱將星期四的身體推到了冷凍間 卻發現這裡根本不是什麼冷凍 而是火化 一切都是蘆花的自導自演 在蘆花一次重大演講會上 星期四將她當時拍的錄像給摸了出來 蘆花被判無期徒刑 而當時被逮捕的星期二卻被弄瞎了一隻眼睛 而這一切的計劃都是因為星期一早就被判了六姐妹 想一個人存活下來 故事結束 這部影片的腦洞可以說是非常的大 葫蘆瓦搭著蛇蟹巾 七姐妹搭著生育局 一部是兄弟核心極力短金 一部是姐妹分心進步斷 每週只有一天能面對這花花世界 剩餘的時間只能來這黑暗的房間度過 好在還有姐妹可以相伴 但是人的心終歸是有黑暗面 那就是自私 結尾處還強行給星期一大姐洗白 說是大姐騎著肚子裡懷有雙胞胎 為了自己孩子 她才做出這樣殘忍的決定 心情永遠是最重要的 面對自己孩子和姐妹 星期一選擇了孩子 不知道在你們眼裡她做的對嗎 如果你是星期一 你會怎麼做呢 更多今天的視頻請關注少年電影 那咱們下期再見 這期視頻 不知道說少年語速太慢的人 會不會聽的太過癮 會不會太快呢 還是依舊太慢 嗯 我以為你可以 不択好